欢迎本地人和洛洛回到自己的家乡 好嘞 多长时间没回来了 挺久了吧 反正因为我现在一直在北京上学 所以挺久我没回来了 正好青年电影周在自己的家乡杭州举办 然后借此机会回来看一看 对对对对 然后也非常荣幸可以来到这个活动 那作为本地人 咱是不是要邀请这个全国的朋友们 多来杭州看一看 有什么要推荐给大家的 推荐给大家打卡的地方是吧 实际上因为 你可以包含整个浙江 包含整个浙江 因为我可以推荐给大家就是鲁迅的故居地 对因为我是浙江人 然后我们从小呢就会上课文 就是百草原道三维书 书本里的知识 然后我在小时候呢 学校也会有春游 然后也会去那 然后看什么桌子上课的早字啊什么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来了浙江可以去那边打打卡 因为洛洛呢是不仅颜值高身材好那平时对于这个自己本帮菜来吃的话你有什么要推荐的吗 你爱吃的 红烧肉 原来还是个小吃货 对 五花肉红烧肉还是挺挺爱吃的 下饭神奇 对 然后浙江其实偏甜的菜品会多一些 对 所以我也爱吃甜 现在已经在上学了 其实学校的美食也能涵盖在自己家乡的味道里 会有 但是在家乡吃自己家乡的菜就是不一样的感觉 你有没有想过说工作结束之后马上和家人一起赶紧享受一下这个团聚的温馨的时刻 当然当然 他们也想你了 对对对 现在是不是工作越来越忙碌了 学业也很忙碌 学业也忙工作也忙 压力特别大 现在拍戏作品你觉得是怎么来平衡这个关系呢 唱歌演戏方面 未来肯定会以演戏发展为主 然后也想去尝试电影 那洛洛能不能跟我们聊聊你的电影作品 因为你也有在浙江拍摄的作品 我在浙江拍摄过电视剧 然后全程都在浙江拍摄 在横店还有乡山影视基地 都熟悉的不得了 对对对 然后拍摄了 四个月吧 然后这部作品叫做 《斗魄苍穹二之少年归来》 也马上要和大家见面了 马上 你看多么期待的事情 刚才洛洛有说到了 在自己的家乡去拍戏 特别是说横店和象山 对于我们电影人和电影工作者来说 再熟悉不过的地方 对对对对 其实去到这个地方 对你来说 和你之前向往的感受有什么不同吗 因为我之前没有去过这些地方 然后去的时候其实挺惊讶的 因为里面所有的场景 基本上古装戏啊 包括民国戏啊 基本上都会有很全面 所以我还挺震惊的 那其实虽然说从小在浙江长大 然后在杭州生活 那其实对于浙江的作品和影视方面的发展 我相信洛洛应该也是会有关注的 对对对对 我觉得浙江影视在目前来说 我感觉发展还是非常迅速 为自己的家乡骄傲 对因为有两大影视基地在浙江 就是横店和象山影视 那在这么好的土壤里面 我觉得我们会开出更好的花朵 青年电影周是在杭州举办 然后正好自己来参加 在这个电影当中 有没有什么自己学到的 或者是感受最深的地方 你刚刚参加完开幕式吗 对让我印象最深的 就是可以和非常著名的导演 还有很多制片前辈演员 学习到很多东西吧 对 洛洛有没有最近在忙碌的学业和拍摄之余 去关注到你自己很喜欢的电影或电视剧作品呢 当然 因为现在也有很多电影在上线 然后在课余的时间呢 我还是会看很多作品 你有时间可以走进电影院去享受着 我们在电影院的这种观影的愉快时光吗 当然有 当然有 还是就是学习之余 还是有课余很多的时间的 然后我要去学习别人 就是在荧幕前的表演 我也得去学 一直都很关心说 上学的时光应该是这四年当中 最难忘的也是你成长过程当中最宝贵的四年经验 现在是不是学到的知识和表演的技能会越来越充沛了 对的 会越来越越来越多 也越来越自信了 就知道自己该往哪个方向和适合什么样的角色去发展 对对对 不断地挑战自己吧 我们希望能够未来作为年轻力量为我们的中国电影事业贡献更多 你自己希望能够未来的发展 特别是说中国电影的发展 贡献自己力量是怎么在做到的 我觉得作为青年演员吧 就是怎么贡献自己的力量 首先呢就是要好好学习 好好的经历 然后好好的拍摄一些有意义有含量的作品 给大家在生活里面呢要带来一些快乐 快乐其实是我们生活当中很去向往 也是必不可少的一种方式 用角色去体验的话 我相信对你未来也有很多的帮助 就是说演员可以演百胎人生 你现在还很年轻 但是未来要挑战的时间和机会还是有很多的 所以接下来你的作品是不是陆陆续续都要和大家见面了 对都会的 让大家期待一下 哎呀终于不用让大家催更了对吧 对对对 也可以让大家放心了 所以感谢洛洛今天能够来到现场 和我们分享 也期待接下来你有更多精彩的表现 所以接下来呢 也让我们一起通过镜头 再一次走进2023浙江青年电影周